11月7号上午 东河湘公所举办了103年度 原住民保留地全力赋予颁状典礼 要取得权状必须提出 祖先曾经于民国77年以前 居住在所申请的土地上 并且办理多道的程序 可以说要取得权状相当不容易 县长黄建廷肯定东河湘公所 协助原住民朋友们 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努力 东河湘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 已经是第三次办理 这样的权状分发的程序 所以整个今年这样办下来 我们可能会超过将近180笔 所以东河湘真的是第一名的 可能东河湘单单一个箱的 超过其他的我们台中县 其他的箱加起来的数量 原住民朋友们要取得保留地权状 最快需要七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拥有的原住民朋友 表示相当的开心 好 真是七年到现在才 才甚至到我很高兴 黄建廷县长祝福取得权状的 原住民朋友们 能够因此对生活有更多的改善 世世代代以此地为安居乐业的基础 东台新闻黄威 东河湘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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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